还记得你心中那支Nokia吗 神机没有消失 只是变成了CUCU的耳机 Nokia E3511智能抗噪音乐耳机 由芬兰原厂团队设计 ANC主动降噪 自动侦测通话模式 25小时续航 环保无辱材质 现在泽泽限量预购中 超早纽约会 只要1999元起 每款颜色限量200组 立刻点击资讯栏连结抢购吧 我说了 那是刚才有事 我说了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 邀请国际桥牌社的制作人 汪怡兴 耶 没有错了 因为第一次Ken讲错名字了 我们很贴心的帮他剪掉了 避免失礼 其实这次很高兴 因为国际桥牌社 其实在我的同文层里面 就是大家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 然后听起来就是一个 很好看但又很悲惨的一个历程 所以要叫制作人还是要叫导演 大家都叫你导演 你叫老汪就好了 什么老汪 大家都叫老汪真的 老汪 老汪啊 卖牛肉蜜那一种 用那种状态叫就可以了 老汪 老汪 好 所以我先问一下 你之前新闻上都说你生病了 你怎么啦 你身体还好吗 你现在看起来很有力耶 我还好 其实那个是急性的啦 就是说他那个状态就是我其实一周前就不舒服了 可是因为那天要打高端 还好我太太喊咖 就不舒服先不要打 就不要打 那大概拖了一周 因为那个很忙嘛 因为我们要智力平台上架 所以非常忙 我就想拖着 结果都受不了了 然后就去身心科挂门诊 挂完 医生一测完之后 马上就开那个病危通知书给我 病危通知书马上开 马上开 然后我说 不是应该两个人签吗 没有人陪同嘛 他就说没问题先签一签 然后就上ICU了嘛 因为是急性的啦 我就中间没有去处理 然后就一直堆叠一直堆叠 我那时候血糖900多嘛 正常是100 血糖是100 然后有些人三四百 就会开始进入昏迷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问我说 你怎么没昏倒 我是问男子汉啊 我就人猪汗怎么会昏倒 然后很好玩 我上ICU之后呢 你知道ICU里面 加护病房里面 其实都是那种重症病人 很多不能讲话的 所以整个病房只有一个 就是你的声音 只有一个头脑清醒 然后能够交谈 御树林峰这样 所以就跟那个 哪有人自己讲 自己御树林峰啊 太棒了 就无数网友回应 那结果就跟护士聊得非常开心 我就好开心 老婆不用来看我没关系 是哪一个医院可以推荐一下 博人医院 博人医院的照护真的很棒 我真的要讲 大家知道了 社区医院真的很棒 所以现在OK了 没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老汪 你都叫老汪了 为什么打高端 你应该很早就可以打AZ什么之类 为什么等到后面 因为我就想打高端 因为我大概从数据报告上去看 而且因为我排的顺序比较慢 所以后来 为什么你在等BNT 一开始不打AZ 其实没有 我前面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打 我疫苗也没有选 就是高端出来 那我觉得高端 我数据看完都觉得很不错 那我就觉得打高端好 那你就打一剂 还是你也要准备打两剂了 我连一剂都没打 因为之前不舒服 不舒服 我就停了 那医生是建议三个月内先把身体调好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问医生说 如果我在那个状态下 当时去打高端 他说打哪一剂都很危险 你都在ICU了 你躺在那都很危险了 命为通知 所以很开心 你知道跑江湖都要弄一张病为通知 你说就像进去被监狱关过出来 就是会比较 深造 那你不是拍电影的吗 你拍影剧的 你跟我说你在跑江湖 跑江湖啊 我们跑的就是一个影视圈 有影视圈的江湖 哦 怎么说 有潜规则 你是在影视圈的环境出生的吗 你以前是做什么 我这样讲 我入行31年到今年 那我最早入行是在周游 就是阿哥的公司入行的 拍八点两年剧剧 以前有两个主党 一个是晚上的八点 是国语的 十二点半档是台语的 是半夜吗 还是中午 中午 中午的嘛 那我是在十二点半档的剧组当到 最后当到副导 我是这样入行的 那那时候其实我四星一年级的时候 我是三专部的 世界新专三专部的 就是说三专部那个年代 就是要准备就业的 就是高职的算是 记职 那时候会念专科就是 大概都很鲁的人 但鲁不代表不聪明 有些是不爱读书 有些想说这样可以直接跟 社会接轨比较快吗 是这样吗 也没有就是考试很鲁的人 不想考试 对 可是四星的电影科有分两组 一个叫编导 等一下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四星 我在四星 就是现在的四星 但那个时候是技术学校 对 技术学校 那时候有编导组跟技术组 我选到技术组 技术组全男生 可是我记得四星好像女生 平常是居多的 很多 所以全部男生都在你们那边 不是因为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就看一个妈妈 我们班上其实有一个女生 南部小孩 带妈妈带着来注册 结果一看到是男生忙退学 忙不念 他是看到男生还是看到你 看到我他就不会这样 一堆臭男生 然后他就怕 到时候毕业之后 当阿嬷还是什么 赶快把孩子带走 结果去哪你也不知道 可能去念正大都跟女生搞在一起 也是很开心 那以前我们在四星的时候要实习 做作业作品 所以我们都去校园里面拦武专部的女生 来当演员 那都是你们就是去找你们喜欢的女生 听才是自肥 听才很色啊 就自肥吧 你记得你那时候拍 然后你叫那个女生做到什么程度 也没有 那时候不太 那时候我们没有为艺术牺牲这种说法 好棒 因为我跟你讲 世心的女生也很聪明 她知道你要干嘛 所以不能用这个借口 那个要在私下发展 太粗糙了 这不行 世心的女生很精的 还是要出社会 开始真的当节目的导演之类 回去找那些女生才有机会 我讲一个真的事 这我从来没讲过 后来我当到那个剧组的副导 但是你知道我那一档戏的演员都是前辈 比如说刘琳 李涛 陈琼美 这几位是谁 你们可能没有印象 有一个很有名的戏叫西罗七侃 你们听过吗 演阿贤斋 就是那个演员辈分都极高 所以我这种小辅导 谁都叫不动 所以我们只能集合临时演员 我们叫同学 我每次谁都没办法叫 我就只好把零眼集合起来骂 有一天执行制作跑来跟我讲 她说 那个女生可以 我说可以干嘛 我说你去跟她讲聪明一点 你要睡去睡导演 你不要睡我这种 你不要全剧组睡完了以后 都没有睡到重要的人 那个年代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女生是年轻有新梦 对不对 她就觉得 都是这个在骂人 好像很大 对不对 你现在知道说她要睡你 你不给睡你 叫她去睡导演 对啊 你刚刚不顺便睡一下 再说你还要睡导演 不是 我那时候 玉树临风 那时候还很像黎明的时候 黎明 对 我想不要误人家 这小女孩 对 随便也是不相信 嗯 你不相信哪一个 随便你不相信哪一块 黎明那一块 他全部都不信 不过现在应该是没有这个风气了 应该还是有一些 是有啦 一定怎么可能完全没有 那国际小拍摄有发生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谁可以进来演 我们正派经营 我们 要睡谁 他们可以吗 睡喜梦思 好吧 好吧 都准备好了 算了 那那个 你最后怎么会决定说 要自己出来 然后要拍国际小拍摄呢 其实我是这样 我大概17年前 快18年前 开公司嘛 嗯 那这10年来 其实服务了很多客户 包含 公网集团 四个台都是我的客户 嗯 客户光谱也很宽 嗯 从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先生 他这一生 唯一一个官方售钱的纪录片 是我公司做的 那一直到 柯文哲先生 李登辉先生 小英总统 那宋楚怡先生 那一直到洪秀柱女士 其实都是我客户 什么 等一下 我蛮好奇 洪秀柱你帮他拍什么 他的国民党 党主席竞选影片 哦 所以是竞选的影片 他那时候竞选的时候 有其他对手吗 有 我印象超不深 因为现在 我们只记得 就是刚发生完的 就是张亚中根 那时候你们记不记得 他选上主席之后 后来被罢掉 对 那时候他如日中天 就被换柱换掉了 被换柱换掉 对 可是他那时候 大家就说 哇 做出解释国民党未来 大家以为是那时候 朱立伦主席 在后面弄他 其实并不是 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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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人 很奇怪 可是你为什么 每一个颜色都吃得到 通常选了一个颜色 另外颜色不就吃不到了吗 就专业 我觉得还是回到专业 这个事情上面 那因为我们对每一位客户 量身定做 其实我们不太看颜色 在服务 因为对我们来说 某种程度 因为商业服务 还是提供你的专业 是啊 那这样就引出洋差 包含现在台北市 如果你们去看 剥皮疗草山行馆 士林关底 新北的火车站 那检介也都是我们公司做的 对 那我们也服务了 非常多政府单位 五都啦 或者是中央单位啊 所以就会拍比较多 算是商业合作的片子 那剧情片呢 剧情片我们其实很少拍 我们了不起拍过 什么圆明台 像那种mini series 三级五级这种 那他剧情也不太商业了 OK 那就是因为早年在 电视剧组工作做过嘛 所以后来就不想拍剧 你的意思是 对啊 为什么那时候拍过剧就不想 就觉得说拍剧是这样 比如说前三集一定要开洪彩嘛 等一下洪彩是什么 现在有人要破处吗 就是 不是 应该是收视率很好 对不起 对 破处 不用破处也没关系 因为他并为通知 又要在一起 不用破处也没关系 我以为是这个洪彩 那那个时候只有三台 老三台时代 然后那时候收视率调查公司 并不是像AC尼尔尘不是 红木啊 润利啊 就这种老公司你大概没听过 那三台那时候规矩是 谁开播 他就一定要收视第一 那当然支笔下会有很多案盘嘛 那那个时候就会把钱扎在前三集上面 然后后面你就看都进棚了 所以以前常常会就是很明显的虎头蛇尾就对了 这个是大家的惯例嘛 那包含那时候也没有老基法 所以大家都通天棚这样录 所以通天棚就是白天接晚上 晚上接白天 白天接晚上这样录 要感戏嘛 天啊 天啊 累都累死了 超危险的耶 可是那时候安非他命也在流行 我懂 剧主用安非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要熬夜 天啊 这真的好不健康哦 华尔街也是这样的 耶 但他们是华尔街 他们有赚到钱 这没赚到钱 这没赚到钱耶 还要用 还要用也太惨了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 钱也不多 没办法好好拍 所以我对拍戏这件事情没有 我开公司的前十年是 所有商业作品都碰 简介啦 广告啦 节目啊 我就是不想碰戏 因为我觉得没有意思 你就觉得拍不起来 你是觉得大环境那时候有问题 拍不起来 还是你找不到喜欢的议题 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个生意人 其实对我来说 任何影视产品都要能赚钱才行 当然啊 对 那我没有办法光怀着理想去做一件事 我现在是看到你 等一下 那你这整个 国际巧牌设 看起来很充满理想耶 我觉得你整个是打自己年轻的脸耶 就是说赚不到钱的事情不做啦 然后剧不拍啦 其实你们误会了 我整个论述 从头到尾都在说 我们要做某些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呢 要进入产业结构里面 所以我们为什么做缉度的布牌啊 为什么做IP啊 就是为了赚到钱 可是你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你在拍剧 这件事情很困难啊 环境不好嘛 你为什么会想做 你有一个转折点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七年前 我们在思考转型 因为我七年前 有就从一家公司开到四家公司 可是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那个很劳力密集 再来一个都在赚工钱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影视圈最重要的那个事情 其实应该是版权IP 应该是内容才会高价嘛 当然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启了一个 叫台湾GIP 那因为反骨 我觉得有很多内容 都为什么台湾不做 就在美日台韩 包含中 其实有很多题目都已经 人家都尝试 然后很多作品了 为什么就台湾没有 那我就开始做 那我就先从纪录片做 同时做三个纪录片 一个常态性的 228跟白色恐怖的一个电视节目 再来一个就国际桥牌摄 那这三个其实很悲惨的事 这三个都非常难 几乎都不太可能会成功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做了 所以你钱赚够了这样 我跟你讲 你讲到这一点 我真的很痛苦 因为你就是在打 刚刚十分钟前的脸啊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公司利润应该可以来支撑 因为刚开始一定不赚钱 做IP刚开始一定不赚钱 它是资本投入 那我公司那时候状况还不错 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一年投个几百万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把它移过来 殊不知 那个洞大道 哇塞 几百万太天真了 那是一年上千万的东西 我的妈呀 那后来就苦撑啊 那那些题材 是你本身自己就很感兴趣的吗 还是你觉得说 因为没人做 所以我想做 因为228也是 两个都是 其实我们很早期就在关心这些议题 只是在商业上 这些题目不肯深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在找 市场上都认为 历史类的东西 或政治类的东西是没人看的 或至少年轻人不看 对这个是业界的定律 但并没有错 从过去的data都是如此 等老舌编 你看政治跟历史剧吗 任何国家的 我喜欢看历史剧 政治就之前看那个 美国的纸牌屋 对啊 因为政治剧 我们也都看纸牌屋嘛 你也有看纸牌屋 有点复杂 像我就很爱看纸牌屋啊 之类的 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 可是我们政论节目 很多人在看 所以这很吊诡吧 就是你看大家关心 他们讲的那个 他们都编剧耶 他们很强耶 台湾其实关心政治 关心成这样 对啊 可是你说政治题材 跟历史题材没人看 不合理 那有没有可能 其实不是观众的错 有没有可能是 我们这些做影片的人有问题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反正我在业界没朋友了 我们就在想这个事情是说 当大家意在说 现在观众都不关心啊 观众完蛋了 其实会不会是 我们的通路当完蛋了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业者 其实不够用心 一定有方法可以触及嘛 只是你故事人家听不懂 人家不看嘛 对 好所以我们就从纪录片 然后从电视节目开始 尝试一些怎么和年轻人触及 这个台湾记忆IP 我们其实不是要拍给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看 为什么 他就有那个时代记忆了 你再怎么跟他讲 他都这么认为 我们是要拍给 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看 就是年轻人 45岁以下年轻人 那我们有很多的意见 那我要直接切入了 好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经过 就是国际桥牌社的这段历史的人 可是我在看国际桥牌社的时候 我觉得看得很辛苦 对 因为就是不知道谁是谁 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对 然后名字又都改了 然后历史世界也改了 国民党改成国家党 然后 陈水扁改成 陈木宽 好痛苦 我还要去查资料 导演 对 我们看得很累 看剧就是要放松 我现在先讲 好 本剧纯属虚构 好 我懂 那第一集的部分 虚构 结果本人的照片还不是这样 在里面跑出来 好 我告诉你 那个我们第一集开启的时候 因为没人知道市场轮廓怎么样 就是说 以美国或者是比较成熟地区的国家 他们有一个大数据库 告诉那个制片端 好 我们这个题材 这样的类型元素 它的观众轮廓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data 台湾没有 为什么台湾没有在做data 还没有产业 怎么都有data 这个的确是台湾产业现状 那我们第一笔编的预算 就是律师费 我们在做第一集的编200万 200万我们的盘算是这样 会被30个人告 那打一审大概180万 那二审再来募资 如果要打到二审的话 就募资 通常 妨碍名誉都两审 那我们都算好了 那第一季当然也在编写经验上面 或者是这个类型训练上面 在台湾第一次 所以在故事展开 你看我们第一季 这边有三男三女 的多视角 其实有困难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浓缩 那个视角被一男一女 可是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真的就是三男三女 真的好累 其实不是三男三女的问题 是群像都太薄的问题 什么叫群像 就是历史剧或者是这个政治剧 有很多人出来 那比如说我拿 你们都看过纸牌屋 纸牌屋其实对大家来看也是很吃力 因为刚开始第一季 台湾更没有人在看纸牌屋 因为觉得太复杂 可是他的编写是怎么样 他是透过Kevin Spacey的视角 他那个叫Hero Tour 就是好莱坞的一种类型 他透过一个英雄的旅程 Hero's Journey 他就是会打魔王 他就是有证有鞋 这是爽具的套路 我乔牌是没办法这样弄 可是你不是说纯属虚构了吗 对 其实纯属虚构我还是要讲 里面谁是魔王 谁是英雄 所以我们后来就用一个 比较没有张力的方式 就是那没有办法 各方价值的竞逐 比如说你也爱过我也爱过 那我们爱的国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这个应该算 大家台湾人会很有感才对 还是这个不是爽具的方程式 这个不太是爽具的方程式 是因为其实很多方在里面 都得不到投射 因为里面的人 某种程度都是灰的 对 然后没有谁特别邪恶 也没有谁特别的英雄无敌 英雄盖世这样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我看不到我要的那个英雄盖世 然后你淡化了对方的邪恶 不同光谱的人大概这样认为 对啊 因为李登辉都没有在黑金 觉得很奇怪 但不是李登辉 黎清波 你看 好我先问 真的有人被告吗 我觉得好痛苦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紫牌屋 民主党就民主党 共和党就共和党 至少党都可以这样 应该这么说 你们现在大家看完没什么了 对不对 给你要想 三年前在启动的计划 都是逆风不断 然后所有人都不知道会变怎么样 然后美国或者至少韩国 他们在类型戏上面的市场 类型已经非常成熟 你有没有看过 美国为了一档戏 那个观点 几方人在吵架 没有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 已经政治类型 已经出了各式各样观点的戏 所以美国观众也理解 我就看个戏 我那么累干什么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30年前要上街头 是不是大家要写好遗书 交代好后事 才要上街头 现在好像去逛街一样 对吧 这就是整个外在环境的首层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一样 其实我不讳言 这我第一次讲 乔牌社第一季的目的 我们总体的制片目的 叫做活下来 就是这个剧很容易出去以后 只剩下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观众 然后开始就被贴标签 李登辉史官 不打李清波史官 李清波史官 然后另外很有可能是 我这样讲 有一些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人家 的前辈们 他觉得我的故事怎么没写见 我的故事更重要啊 谁有跟你讲这个 好多 宋伯伯 宋伯伯没有啦 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故事会更重要 因为就是我觉得拉回来 刚刚就是我们自己在看的问题会觉得说 好像每个人背后都要有一个backstory 不然你更不认识他是谁 因为这些角色都是虚构的嘛 那这些虚构的角色 他backstory在距离里面 如果看不清楚 像我们那个更年轻的妹妹 他感受更深 我一直暂停 然后去wiki 我们都要看wiki去 他可能隐私的角色是谁 我觉得很痛苦 对会看得非常非常累 也就连信都换掉 我好累哦 第一季当然是这样的状态 因为第一季的现实是他只有十集 那我们提出来制片手段是 我们会做外传 会有无限外传 第一季做整个IP的展开了 你就把它看成是展开这样就好了 会从比较关心政治的这个同温 开始往外扩散 那现在看比较容易看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写了很多东西 那这是第一季的状态 不行导演你 好不好意思 老汪 你是不是都觉得观众都会认真到 我要暂停去查资料 其实不会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啊 所以我看这句 我的感觉就是 你是不是都把观众想的求之欲望很强 不是 很难懂导演 老汪 对我来说 因为第一季在编写上面 我觉得经验或者篇幅不足 厚度 每个人的厚度其实没有展开 可是你看看第二季 其实你把背景拿掉 你还是可以很顺畅的看 会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就我一代强调 台湾在类型的路上 或在产业路上 没有一飞冲天这种事情 就是它得要类型透过熟成 磨练 工作人员要慢慢的程度扬起来 什么意思呢 其实桥牌社很常被拿去跟那个什么纸牌屋 或者什么白宫风云 或者韩国的计程车司机比 那可能他们韩国是磨20年 那好莱坞不要讲了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因为有点落后 大家急了 所以有很多大人 他就会觉得好 那我钱扎下去 我就一个旷式巨作 有没有 我就要 你说斯卡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点名 我讲的不是你讲的 我们对他也有一些意见 他是我们的战友 我觉得在开创的路上 我一直强调 我们和不管什么样的团队 其实都是战友 可是背后那个大人的分配逻辑 要思考一下 因为那跟产业战略观有关系 你为什么把这么大预算 在产业链还不熟成的时候 就要这样放烟火放掉 能不能好好练功 那好好练功就慢 慢就没有政绩 对这些大人来说 我就要卸任了 我还跟你在那边 我当然要放一波 然后史诗级的行销团队 对不对 总统 副总统 刑车院长 统统下来 然后我们就新高度 可是倒霉的是谁 倒霉是团队 就是说 今天不管哪一个团队 去在这样状况下制作 其实都会有问题 为什么 就类型经验完全不足 因为你们其实就是 第一个政治剧 简单讲就是这样 直面政治的政治剧 之前打插边球作品很多 当然 那这样听起来是 有人想要把你当作他们的政绩吗 没有 没有人想把我当 因为我谁的人都不是 那你拍这个剧 那个国际桥牌射的资金 是有金主吗 还是是自己 是这样子 这个我要特别谢谢 就是小英总统上台之后 就郑立军部长 郑立军部长 都开始开启很多内容开发 这个状况 可是他离开了 对啊 所以我就哭上三声 那个时候他任内 其实顶下压力 还有文化部的同仁跟评审 他给这个题目 两季的补助 那真的很了不起 他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是这个事情 即使到现在的 还有这么多大人 有这个那个的顾虑 那个年代就敢给 第一季给我们三千万 那我自己募资募了三千万 而我自己投资一千五 所以总共是七千五百万 那七千五百万一级单级 就是七百五十万制作费 那个在台区中 已经算很高了 对啊 纸牌务一级是1.2亿台币一级 韩国是六千万嘛 这样规格的 那中国也至少三千万这样 那第二季一样 我们就是自筹了更大的 这个商业投资 那很多都是Angel 就是说乔白这种题目 会投资的 大概都不是为了要赚钱 就是Angel这样子 就是支持这样 那我们会希望说 透过两季的熟成 接下来我们就尽量 不要拿补助款 因为补助是要辅助团队嘛 那我们被补助两季 应该有能力 智力自强了嘛 所以下一季 我们想尝试 纯商业资金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老汪 就是我还是拉回来 因为你刚刚讲到 台湾的产业 就是不够成熟这件事情 因为我跟Ken 其实最近 因为做节目的关系 我们看了蛮多台湾剧 看了一些啦 没有到很多 我们觉得编剧 就是会让人觉得好像 就是写出来的dialogue 一念出来就觉得 就是尴尬 就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用读的当小说 好像正常 可是讲出来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就觉得编剧 好像张力还是不够 这是我们纯观众 不专业的角度 那老汪你有沒有什么 你的经验跟我们讲 是怎么回事 是产业问题呢 还是 是产业问题啊 这当然是产业问题 所以我们编剧不行吗 也不是不行 我们台湾编剧也很好 但现在问题在什么 就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过的鸿沟 就是这样 是什么 这几年因为我们国外OTT的兴起 我们大量看了很多外国类型戏吧 完蛋 有比较有伤害 不是 我们就看到那类型 第一好看 第二个 它可能是台湾可以走出去的原因 所以就开始 大家开始尝试类型戏 可是类型戏是这样 类型戏编制 跟以前我们常用的这种 拍的那种爱情 或者情感的 台湾拍的小规模的情感 拍的非常好 很细腻 咖啡店啊 楼上楼下 你爱我爱你啊 公园走一走 这都很棒 很专业 不管是乡土剧的 还是主流的都很好 他常来看乡土剧 什么白路斯的愿望 最近还有拿火箭筒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 有有有 天之娇女好厉害 吓死了 好好看 你们还有机器人 对 罗伯宅一号 罗伯宅一号 都出来了 但是你说 因为台湾 其实应该还有更好的剧可以拍 台湾这么多好题目 所以就开始进入类型戏 类型戏很麻烦 因为他的团队的组织 生产逻辑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 类型戏与西方成熟市场 大概都是制片制 制片制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生产链的概念 好 我现在讲导演制 台湾现在大部分 绝大部分团队都用导演制 导演 通常干什么 会兼制作人 兼导演 会改本 所以就睡的那个 被睡的那个人 就是什么制的意思 被睡的那个人是 头脑有动吧 不是我想导演制 就是睡导演有用 制片制就是睡制片有用 对对对 你讲对了 这个我懂 你看好莱坞不是那种 那个晚会 然后有很多制片人在那边 然后女生都会去贴那个 对啊 Weinstein嘛 Weinstein就是这样 那个就要贴制作人 那贴导演没用 因为导演谁就被换掉这样 所以导演制跟 我还是不太懂 我们让老王讲完好了 因为我不太懂 导演制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一个制度 它其实源自于法国 就是电影新浪潮 那个在那边是主流 可是那边以外的西方 或者东方的主流市场 其实都是以制片制 导演制就是导演掌控一切 他也找钱 他也导 他改剧本 那也太累了吧 很累 还要睡 对不起 睡 看体力 没关系 那重点是 这样的判断 会有一个很大问题 导演的市场经验够不够 不一定 通常都不够 因为导演很多是文人 也没做过生意 然后而且市场判断 其实不管谁来 其实都要专业团队帮忙判断 然后他的资金处理 会不会有问题 找钱买就很难 边拍片边找钱就多痛苦 还有钱怎么花会不会有问题 比如导演有时候执着 我这个就一定要 这场景一定要 钱我就要这样花 拍到一半 没钱了 没钱了 那怎么办 没关系 那个应戒 然后借完很多就卖房之后 开计程车 那不能老是这样 那再来一个 类型系的内容庞大 比如说类型系有职人类 就刚刚你们讲到 比如说医生不看医生系 警察不看警察系 历史不看历史系 为什么 出戏了 所以你一看到 你自己收集的职业 就说根本不是这样 他很常是一套台词 套在三种不同制服的人身上 那这个就要牵扰到什么 不是编剧不行 是后面有个很大的田野团队 我们讲研究组 研究完的资料之后 除了口访资料 真人采访 之后还有一个gap要跨过 就是这些资料 怎么让编剧运用 因为它是要影像视觉资料 我们口访是不是就写了很多资料 我可以有几万条 那我怎么筛 那我怎么把它具象 比如说简单例子 我今天要写一个总统在贵宾 这个接待室被修入的戏 好 那我请问 那个贵宾接待室多大 地毯是什么材质 它是不是有很多被烟烫到的那种 就很烂的那种接待室 椅子是什么椅子 旁边的电话是哪一种类型电话 墙面上有没有挂什么图 这个就是影像视觉资料 这个很有助于编剧在出写的时候 它很好发挥 对 要不然它就乱写一通 不该Nokia 这个5310出现 它就会有个Nokia5310 之类的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都要花很多钱 而且它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制片端 所以制片制的主导权 就回到制片端了 它不是在导演 导演 编剧 或者任何一个人 其实都可被抽换的那个零件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邪恶 还好啊 其实还蛮邪恶的 可是这样有效率啊 这就是好莱坞的片场制度 它某种程度真的会扼杀创作 可是它整体的呈现是什么 它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生产逻辑 那它就很纯市场 然后它很容易控制作品在市场上受欢迎 像制片端 它就有类型分析行销顾问 它就有财快 它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协助判断 这个东西写进去要不要调 然后市场上欢迎什么 要不要加这个 听起来就很熟悉嘛 好莱坞就像成功 而且在这样市场 Marvel就超熟悉啊 对啊 可是在这样市场 如果健康的状态下 它不会没有好作品 它依然有很商业 但是很撼动人心的作品 是啊 对所以台湾如果要走类型系 应该要 包含制度上都要调整 你这样就听起来是要丢很多钱的意思啊 是 而且要整个产业 非常多人同时做这件事情啊 不止你自己一个公司在做 要所有人都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韩国怎么起来的 韩国其实是在金大宗总统上任之后 1999年 它启动了整个韩国国家战略 就是21世纪是文化韩国的世纪 它启动不是用嘴巴喊 它是成立各种法律啊 包含什么文化真心法啊 然后各种辅助机构 而且定出三项战略目标 音乐 影视 还有电玩 然后它是请全国之力 包含各种奖励 让韩国的企业 或公有电视台 国有电视台 大力投资 然后它还对抗美国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那时候不是要 公平贸易要叫它开放 因为它被IMF接管 破产了被接管 它还是坚持 韩国的戏约 一年要146天 至少要播韩片 因为你有通路 有收入 所以 人家戏约愿意投资 它不会觉得血本我贵吗 加上国家有很多补助奖励 那包含那个时候 外交部在推销 各国卖片这样 它做了很多努力 然后它的文化产业 征营法是几年一休 然后不流畅的机构 它马上调 那真的很有效率 那个是韩国的战略 那是叫国家战略 所以你说台湾 你说要靠几个团队这样推 就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做自己的 然后国家尽可能的 有一些补助什么 可是事实上 这样没有办法推整个产业 可是感觉台湾好像很想要走这条路 你看连台湾Plus都跑出来了 对啊 可是台湾学韩国有用吗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 这些很多人都在讲 所以我们要学他们吗 这不是很晚了吗 要学但是学不好 像台湾Plus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 因为文化部长说 8月如果没上线 他就下台嘛 台湾Plus就在8月31号上线 重点是因为他买了一部 他买了斯卡罗 当他这个所谓开台座 一级买100万嘛 台币1200万 怎样你很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啊 但是我那时候就问他说 那乔派社可不可以你们也买一下 他就说他没钱了 而且他的专责不再买剧这样子 OK 那所以 那为什么他们是不喜欢你吗 应该是 那为什么会不喜欢你呢 我做人差 那为什么你做人要差 你不是制片吗 对我制片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做人很差那种制片 那你这样不行啊 这样怎么帮剧找钱呢 汪老汪 但是也还好 这世界上有一些喜欢金格差的人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聊 来我们休息一下 喝个水 谢谢 带你跨过重重高墙 遨游全球60个不同的国家 公用WiFi安心上网 NordVPN通过加密通道 隐藏网络足迹 一个账号提供6台装置安全保护 搜寻NordVPN.com NordVPN.com 斜线KKVPN 或输入百灵果优惠码KKVPN 享受两年方案二汽车优惠 加上额外bonus好康哦 好我们回来了 刚刚休息的东西都不能用 不过回到编剧这个故事编排 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兴趣 我想要问就是 我很想了解台湾这个编剧产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知道你不是编剧出身 但你也有参与国际茶白色的编剧 所以是大家不够尊重这个产业吗 我跟老汪分享一下 我们前一阵子有采访一位 前东力的主编的总编辑 他现在出来自己开公司这样 他跟我们讲到说 他觉得漫画是一个推广编剧 培养编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业 对因为你就是分镜图 然后剧情 然后用很低成本的方式 立刻测试市场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产业 现在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觉得 我们觉得台湾编剧很烂 但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很辛苦 你刚刚提到的漫画产业的编剧 比影视产业的还惨 他们资源更少 然后大家对于这题材的商业化的了解更少 好 我来讲一下台湾编剧 台湾编剧其实很优秀 我先讲这一点 只是因为我们在讲说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 的类型经验如果没有的话 你再优秀也飞不了天 我讲乔牌社第一季好了 跟第二季的差异 第一季我们其实剧本磨合了三四年 我们有十位编剧 前后有十位编剧 都是台湾很top的编剧 然后分成三个还四个团队 不断的接手 遇到什么问题 庞大的历史背景为基底的素材 要怎么删 然后什么是事件你要把它当背景 可是这不是编剧的工作吗 你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这种删剪跟编写 你没有经验 你就是得不断的尝试摸索 还有一个 要是全架空半架空还是写实 哪里要全架空哪里要半架空 这个观众其实看的也很无煞煞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当然我们就一次又一次 这一版写出来以后觉得不太行 这故事说不到位 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 就弄掉再重来 还有一个就是谁的视角 我们的故事前进总要有人带着 比如说我要跟着cancel 对吧 你们的视角 你们不就是黎清波视角吗 没有 看起来很像 你说可以用黎清波当视角 它有个很大问题 黎清波看得到上面看不到下面 对 那我们是要由小看大还是大看小 那谁能带我们看小的 谁能带我们看大的 所以我们第一季还没有很精确 摸索出方法 我们就变出三男三女 各自负责角色 可是这样编排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每个的故事线都不足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 第一季的人都没有太太父母 就说你没有看到周边 他的故事是什么 那第二季就不一样 第二季是一男一女的视角 然后他很清楚的带着我们前进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编写上面 当然就更有经验 因为有第一季的磨练之后就更有经验 然后我们试图让他节奏比较明快 然后比较清爽 那第二季其实包含我们的导演 两位导演都是广告导演 不是很特殊的编制 第二季用双制作人双导演 这个在业界其实是一个灾难队形 因为基本上双制作人 也许不会每一组都挂掉 可是双导演几乎到最后只会有人活下来 就中间火拼 导演火拼 业界对于广告导演来拍戏 其实是一个灾难 因为广告导演训练是短秒数 他的长故事通常说不好 我说实在话 所以我们这次把整个第一季的经验总结 然后把整个制片权放在制片端 然后两位导演很深切的沟通 相互之间横向纵向的联系 他们好好把故事说好 然后导入比较科学的方法 就是波形图 这个是好莱坞跟韩国都用的 就每一场我们会做一个波形图出来 哪些是波风 哪边波谷 然后间隔怎么样 是剧情的情绪吗 把它量化 量化之后我们就很好调 少了波谷 我们就要加波谷 少了波风 或者场次怎么掉 那个情绪是对的 每一场戏空在四分钟内 因为三分半是 我们坐在那边观影的 差不多极限 你们有个黄金的 有 跟YouTube做法一样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一套是 二十几年前就引进台湾 学校在教的东西 居然现在才哪 台湾没有人在用 大家凭感觉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 第二季比较流畅 然后比较有趣的原因 是因为有第一季的电器的经验 然后我们大概慢慢知道 摸了一点点皮毛之后 大家情绪上就说 比较流畅 比较什么 事实上背后有很多科学工作的方法 不行 老汪我对第二季有其他的意见 一个观众 我知道 因为第二季是一男一女视角 比较清楚 可是台湾的年轻演员一讲话就会出戏 所以像第一季 其实我第一季也都看完了 那第一季我的感觉就是 虽然它有三队三组 会不够深入没有错 可是我只要看到老演员讲话 我们就会想要看 看到年轻就就 讲话就会出戏 那怎么办 是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不是演员的问题 我老实说 请说 这个是制片端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你扛下来了 不是我扛 你没有亲自调教他们就会这样 制片制就是所有的决策跟结果 都是制片端的责任 因为我们有全权的权利 问题出在哪 其实我们给演员不够的时间 去发展他的个性 不管在片中 还是在戏外准备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 比如说我再多一个月的让演员进入角色 你会有差 有差 当然有差 然后或者是他里面的角色比较厚实 他读起来有感觉 他自己回去做功课 他会自己长出那个个性来 我们再调 可是这个都需要时间 因为我们里面 其实第一季是兵荒马乱状况 我们没有给演员太多这种时间 很多人都临时上阵了 一直调到最后 那临时上阵 那第二季其实对我来说的那个整个整体素质 我觉得好很多 为什么 因为像比如说你们看到那个第二季 有新加弱的男女主角 其实我说实在 那时候导演在casting的时候 我没有很看好 对 因为强弱有别 我们的男主角陆思敏 其实已经是个影视圈老鸟 气场很强 他看起来蛮稳的 范臣飞呢 其实感觉上 就是那位女主角 女主角 比较弱 对不对 嫩嫩的 嫩嫩的 那所以我们很担心 他这个 因为我们讲说演员跟演员对戏 有一个数字叫吃他一壶 就是我老演就把你戏吃掉 那演员在对戏是很现实的 你弱我不会说好可怜 好可怜你 我就把你戏吃掉 第一戏代表有这样的状况 哇好可怕哦 就是角力场 大家进行表演 你在stand up也是啊 人家比你好笑 他就把你笑声 把演员的能量都吸掉了 我们不会同时讲你一句我一句啊 大家都分开讲 可是你听得到上一场的笑声 并没有大声 他就讲oh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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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意思一样 差不多是这样哦 真的是这样 很现实的哦 那你看第一戏 比较有多种角力 那第二季的女主角 范臣飞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她的对手戏 一个是对玛丽欧 玛丽欧这么会演 这么powerful的一个演员 我好喜欢她哦 她还对谁 她对路斯敏 路斯敏也是一个很powerful的演员 那再别提她那个胸肌 哦 要死了 那个摸起来 哇 那个真的 老毛你刚刚说我很正 你现在又说胸肌很正 你是 都正 都吃很开耶 有时候我歪的 有时候吃的 我喜欢 那你知道范臣飞要能撑得起来 对 你看她对这边 对这边 她都要撑得起来 她有时候还会对总统 那我们在前面进入状态的时候 我是还蛮担心的 导演有她的方法 和范臣飞就沟通了 而且我们后来还帮她改变了性格 就是那个性格又重新挑过 天哪 好辛苦哦 可是她这个演员非常认真 就我们这次很荣幸 一二季都用到很认真的演员 那第二季你看 范臣飞表现不声色 然后非常的 静待那个性格 因为你看哦 第一季的记者 是比较老练的记者 是 那第二季的记者 第一季记者是比较菜鸟记者 她全职非常好 而且跟那些前辈对戏 没有戏被吃掉的问题 不行导演 我没有办法完全认识 那我刚好奇的是 这些演员 他们拿到剧本 到正式开拍的时间 给他们多少 应该这样讲 其实他们大概陆续在 三个月前 四个月前就拿到剧本 可是那个剧本的版本 一直在改 所以final版大概是 就只剩两个礼拜 final版大概也有一个月吧 一个月 如果是好莱坞规格 通常都会给你很长的时间 就进入小学 就不一样不一样的规格 没有啊 包含可能前一年吧 都有 然后让你去做准备 那我想问的是 以一个观众角度 我还是觉得 台湾年轻的演员 常常会被老一辈吃掉 我们也不要说是谁怎么样 可是会不会是 很多台湾的年轻演员 都跑去中国发展吗 我们是不是有断层 因为老演员超会演 这就是一个 观众很直觉的感觉 我们并不是说 他们不认真 我先讲 十年戏一年功 或者十年功一年戏 意思就是说 资深演员他比较会演 当然 那之前的 当然就是经验随人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想讲的是说 为什么老演员在台湾 角色没有 你看我们这么多好演员 不出国外吧 对啊 真的 我觉得国际小白色 里面的老演员 不是因为没有角色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戏 都是什么 公子啊 千金啊 帅男美女啊 那些老演就演 阿公啊 爸爸邻居啊 演警卫这样 可是类型戏 才能提供不同的演员 这些老演员 有发挥的空间 因为类型戏 不需要俊男美女啊 虽然我们的陆世民 跟那个 对啊 你们演员也找蛮漂亮的 不需要敬佩美女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需要到这种年轻帅哥 才能演男主角 就比较多元啦 很多元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演员真的太棒了 那至于年轻跟老的演员 这种拉锯 本来 制片端啊 我们啊 就有义务要去做调和 让观众看不出来 那如果观众还是看出来了 那是制片端不够努力了 这个我讲真的 这个我也不推责任 因为谁有问题 我也是直接骂 那到底有没有断层的问题 有断层啊 是不是 我们中间有十年黄金的人才 都不在 不只十年 其实这跟台湾的演员养成 过程很有关系 怎么说 你看中国 中国什么北影上戏 什么一堆专业学校 他们从一年级开始竞争 大学一年级 然后一堆人竞争 然后在学校就竞争到 要死最后脱颖而输 能够演个什么路人甲 台湾演员怎么产生的 怎么产生 是不是很多都没有演戏经验 是不是很多就是model 真的是路人 对啊 然后你说各种表演方法 其实都没有 那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怎么办 所以到最后 你们就看到 台湾的戏剧类型 也很多局限在什么帅 美 这样就好 我讲一个 像邱泽 邱泽现在很棒 对不对 可是你们去看 早年他在中国拍的那个戏 都不行 也目的很啊 他就是这几年一直磨练 这是演员的养分 比如说 玛丽欧 我跟他聊 我说我很喜欢玛丽欧的是什么 他以前做过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 工作 演技 很重要一个养分 叫人生阅历 对啊 那个状态就出来 那至于编剧那个事情 我回答一下 台湾的编剧 其实不是优不优秀问题 台湾编剧没有受过类型训练 他就是编不出来 训练这一回事 是产业最重要的基础 这个不是编剧优劣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把那个剧的不流畅 跪在编剧头上是 有可能他根本没有那个资源的系统 你叫编剧自己要去做田野 然后一做做半年一年 然后又没有 费用又很少 所以以后就是怪 就要怪制片端 就怪制片这样 好我们以后知道了 那没有没有还有 我要带出 那当然我觉得每个行业 都有良悠不齐的人 也有很多编剧就是 不断的做很奇怪的事情 先不负责任的事情 然后不断的在责怪说被人家骗了 然后不断的说这一行好惨 可是台湾不是也有戏剧学院之类的吗 对啊 那这些专业出来的演员 他们都去哪了 还是不够正不够帅 他们没有办法演 也不会啊 其实像你说北一大啦 或者是那个 他也出了很多人投入这个行业 可是因为你说毕业的人 毕竟就是这样 你工作机会不多 很多到剧场 有做幕前有做幕后 你真的进入到演员表演 你还要看你的机运啊天分啊 再来就是我们的确很多演员很速成嘛 那可能去民间上个什么表演班 上个几个月 他就觉得 他们竞争也很激烈啊 很坎坷啦 就是所以又要去陪谁睡 而且啊 就干睡错了 fuck睡这没用 我现在变成那个编剧 编剧 这片字 谢谢 他说啊干我睡成导演 搞不清楚状况 睡错人 导演大概只能帮他加戏 但睡制片才会有新角色 真的是要先打听清楚 不过我们有看蛮多就是针对国际桥牌社的一些访谈 其中有一些一个部分讲到说 你们在行销上面做很多新尝试 对 就是我记得有看到说你们还要去微博上面做广告 对 为什么要去微博上面做广告 其实你知道是故意去被ban吗 他们一定会ban你的啊 我们那时候 这个戏到底要给谁看啊 一方面是没有经过十二年轻人 第二方面我们希望中国的朋友要看 因为我们有行销 在要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录了 我们只要找一些奇怪方法 比如说在去年总统大选1月11号之前 我们就想上映 可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劝我们 哎呀总统大选不要上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就万一有人看我们的戏啊 影响投票意向 我想鬼咧 我们哪有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 他们有看这个剧吗 我就想说好 那我不管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 那我就想说 那我们在1月4号 无论如何我就上 用什么 用户外播音 那户外播音风险很大嘛 第一个他很有可能一播就垮了 觉得烂片 而且重点是我们卖票 700张票 然后三个半小时卖完了 那时候就来当party 这样加年华 我们就很开心的把它播掉 可是我们后来上片 Friday已经买全球独家之后 我们上片 我记得是1月中上的 然后那时候 你们有没有印象 刚好那个武汉肺炎就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哎呀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就买了1000个微博账号 我们请了一个团队 就半夜12点开始上班 开始去散步有关 你乔拍摄的内容啊 里面啊什么 有用吗 我们以为半夜 或者兵荒马乱 应该比较那个 我没有 他们的网管部队超坚强 那个内容一不行的 马上就ban掉 有的是用真账号 连本账都ban掉了 所以我们想说 这样不行 可是你们贴的是谁的视角 如果你们贴的都是可能 新国民党的视角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都有都有 其实我们在试各式各样的内容 各个视角的都贴 然后都ban 有的行有的不行 你觉得活下来是哪些事情 三个月内 我们被ban掉了大概七八百个账号 那我们ban掉就买 就ban掉就买了 那重点是那时候 因为卖不过去 我后来就有接触那个盗版商 就我自己留出盗版这样 问他们盗版的网站要不要买 他们不敢买 等一下 你可以说你自己故意留出盗版 可以啊 Friiday不会怎么样 Friiday知道 Friiday其实是我们很好的伙伴 结果有告诉他我大家想怎么做 他们就觉得 就很好笑嘛 很好笑这样 反应也卖不出去 反应也卖不出去 你记得死士吗 就是Ryan Reynolds那部电影 Deadpool 他原本那部电影没有要播出 因为Fox就是说就压着 然后Ryan Reynolds他说 Fuck this 他就直接偷偷流出去 对 然后就是网路上爆红 对爆红 然后电影才拍成 我们这样恐呛的人很多啦 就是那种呛到 就是什么方法都会想的 那没有办法 我们要找出路嘛 是 那那时候我们就接洽 可是都没有人敢买 为什么 那个买了以后 搞不好那个 那个整个频道就 就被ban掉 Google都找不到 你知道吗 那后来我们就想 好那我们自己留出盗版好不好 嗯 去放风铃网 风铃网的不是我们的 他那个 风铃网不是 不是我还有告他 那 那我们就这样做了三个 自己留出盗版 还去告别的盗版 那不行啊 他那个盗版不是我留出那个版 你怎么分的 我有加按计 聪明耶 聪明 认可盗版 没有认可盗版 可是 的确有很多中国朋友看过 巧牌设 大家有的翻墙桌 大家有看盗版 而且听那个朋友回报 墙内朋友回报 一个月之前开始 中国境内的盗版 统统找不到了 国际巧牌设 连盗版都ban了 没有了 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什么 10月1号要上架就这样 因为10月1号是中国国庆 那我们想要一起和他庆祝 中国 而且是10点上架 为什么 10点上架 刚好在天安门 门前阅兵的时候 那个义永庆 一揍起 你就是一脸要被ban的样子 我觉得你很故意 你就是说 我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我就是要去踩 也不会 其实我们里面对于中国 当时的思考的描绘 其实很有趣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不是把他丑化当敌人打 而是里面 其实我们还呈现了 南北两方观点 中国的南北有两种观点 他们不能让大家知道 国内有两个观点 他们只能有一个观点 他们才不在乎有趣 你不可以叫他们人民会思考 我要说明一下 其实我是拥护习主席的 为什么 我们这南北两个观点 南方观点是以习主席为原型 那个敏二处 敏二半 等一下那是白 白主席 白主席 白语 可不可以不要再改名字了 保衍 下一季我努力 可是也没有人告你不是吗 不是不能这样讲 改了名字真的就 架空就说自己是架空就没关系 不是说自己架空 他我就真的架空 好 说平行宇宙 累哦 不会 那你是为什么可以找到 这么多不同党派的人 当你的顾问 连赵少康都愿意去帮你拍 其实里面还有位侯汉廷 现在还没现身 侯汉廷还没现身 王炳忠也有嘛 那对为什么这么多人 呱吉有去帮你拍第一集 我真的很感谢他 因为他超挺的 大家都说怎么认识那么多人 其实我没有认识那么多人 因为我们聚好了以后 我们其实从场势里面挑 有些很有意义的 也许可以邀请谁来做客串 这样我们就去拜访他 然后跟他谈 然后让他理解 然后有一些人都看过桥牌社 我觉得后来愿意来参演的这些人 他们大概都有一个状态 要不分蓝绿 他们大概没有把他当政治场域 他们大概觉得说好啊 那台湾既然有一些人在做这么个事情 我们来帮他一下 所以你看里面其实有很多 他那个剧情节 也没有帮他加分啊 就是有一些 对可是他们都愿意哦 很大方哦 可是我们看下来觉得你好像把民主党 对对对对民主党 想一下 民主党讲的都比较 讲的比较正面啊 对不对 你觉得他们就是民主有志青年啊 然后把这些黑金的国家党 国家党 新国家党 之类的或新党或是国民党 Anyway我讲的 把我听众听不懂 就是把它拍得好像比较多黑金啊 比较多就是丑陋的一面 那我不懂我会觉得 这听起来就蛮有立场的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多不同立场 你看赵少康来拍 还不会不爽吗 其实这么说嘛 每一个作品都有立场 那只是我的立场是建立在 我厚不厚道客不客观 有立场就不会客观啊 某种程度来说 会有有立场的客观啊 就是我们尽量很诚恳 但是我里面有个价值在 这没问题 那你说大家对于里面 到底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也都了解哦 不是不了解哦 比如说我讲第一季好了 第一季有一位台独 就是之前台独黑名单的前辈 那我们邀他来试试 他看完之后 他说 我看了我嘎于楚长青 就是说 他喜欢的楚长青 楚长青是 楚院长 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 所以是 郝伯春 的平行宇宙 郝伯春的平行宇宙 他说他喜欢 他发觉他看完又喜欢 因为其实我也是啊 我整个跌倒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尽量让每一个人的价值 能够被看见 可是里面我们有批判 因为我讲过 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是灰的 灰阶不一样而已 然后大家如果有看完 这一季会理解 其实连离青坡都是灰的 他后来有灰 灰灰灰灰 他一直有灰 因为他第一季站起来说 我支持国家民选 有点感人 我觉得应该收在那 最后一集我不喜欢 导演我看不懂 你说第一季最后一集 大家就讲说爱情啊 什么东西 什么我看不懂啊 不好意思 应该收到第九集 那时候剪片都已经 对啊为什么不收在第九集 那时候剪片都剪婚了 我跟你讲 哎哟 好啦 但第一季还是蛮好看的 谢谢 谢谢 你为什么会想要表现出 中国有南北观点不同 因为这样剧才会好看 就是说 你看哦 台湾大概已经40年 没有出现斐干的戏 从那个寒流之后就没有了 斐贡 干共匪 对 对不对 斐贡就是这个共匪高干 其实这很合理啊 因为 完全不一样 你没听过 你真的没听过 你听过斐贡吗 我知道高干 我共匪高干 其实这很合理耶 感觉起来就是 你看中国整天在拍 国民党的剧嘛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拍一些 共产党的剧 对没有错 这很合理啊 我们应该拍一些 毛泽东的故事啊 就是拍他 拍他的野史就好啦 因为大家会害怕嘛 说实在 可是你现在的演员 你拍摄演员会很难找 就是大家怕的时候 来拍了以后 就不能去中国发展 刚开始有些难找啦 因为刚开始第一个 我倒不一定觉得 大家怕什么 而是 因为根本不知道 你们会搞成什么样子 演员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们怕干 到时候害到我 不是害到什么工作机会 有时候害到credit 结果他们到最后发现 演了一部搭烂戏 我觉得这个人质场 你都会考虑 当然 那当然有一些人 但的确是 经济公司 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比如说 其实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两爱一家亲的时候 不是像现在一样 那那时候包含有人 已经在中国工作嘛 这个理解 那有人已经快要去工作 这理解 但是也有从来没有去过工作的 他希望可以去工作的 我心里就在想 你现在还过不去的 你没有机会 傻孩子在想什么东西 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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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过去 不要再想了啦 哎呦那个 你是个咔 你早过去了啦 我怎么这样 那个玛丽欧就是 他亲戚人就很有趣啊 他说 那时候玛丽欧就在考虑说 哎呀 要不要演这个好敏感 他们经济跟他说 你又不是个咔 你担心什么 你也过不去 所以成就了一个影帝啊 我觉得他经济人很有智慧 这经济公司也太可爱了吧 因为我遇到经济公司 都不是这样说 我希望第三季 可以看到小S出现啦 谁 小S 好我来努力 不掌军令都可以啦 把他们洗脱他们的污名 好我努力 我现在是很努力在邀那个志强哥啦 罗志强这样 因为他那时候对我们产生一些误解 那我就在立邀他 你跟我们有一个点很像 老汪 什么什么点 就是你觉得谁对你有误解 你就想要把他邀请来 来参与你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蛮有 我们也是 我们在网路上如果有人骂我们 骂的算蛮有蛮特别的 我们就会邀请他上一节目 很棒啊 就是直球对决嘛 对啊直球对决啊 很多事情也没什么好 骂来骂去说怎么样 对啊直接讲一讲说 我跟你没有差那么多 对啊 要做一讲话就是这样子 可是老汪你沟通的能力就是不太好啊 你为什么每一季上架的平台 说一谈好后来又不行 你在搞什么 对我跟妳讲 你没签约吗 没有我跟妳讲 你不是生意人吗 重点是 重点是因为老汪做人真不好 但是 你不是在监讨 但是我老汪做人不好 也开公司开了17年嘛 所以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就是第一季的国际平台上架 好有点非战之罪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政策大转变 就是那个平台 他后来他整个资源投放 因为一些原因他转变了 那所以我们就被deal off 很可惜 可是我能理解这个理由 完全能 对 谁的你不能理解 我好多 非常多 我偷偷再告诉你 好 可是第二季的状况就比较复杂 因为第二季我们本来想说第一季已经 至少让人家看到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第二季的样带出来品质又比第一季好 我想应该OK啊 透动啊 开开听 每天都吹口哨 结果后来发觉我每个频道都接触 然后OTT委都接触 可是后来发觉 在国外频道上面他们他有一些事情他愿意吃说 比如说有其中有一个频道他验片完以后他很惊艳 因为他认为我们用这么便宜的钱拍这样的地方 他就我们CP值 很高 我觉得台湾人好讨厌 台湾人只在拼CP值 是不是你说很讨厌这两个字 三个字 不是那CP值是怎么来的 那是用我们 血汗换出来的 是被压榨到底 然后 我跟妳讲 以前还有安非他命可以吃 现在安非他命不能吃了 你知道 更辛苦啊 以前熬夜还可以靠安非他命 现在不行了 你知道吗 只能烧肝 我真的气死我 安非他命对肝也不好吧 今天要上警语了 要不然麻烦帮我们上下警语 这就纯属虚构 而且以前安非他们好便宜你知道吗 不是 好 这个都纯属虚构 都不要抓我 那重点是说 他看到以后他觉得 这个叙事很没事 叙事 因为他们有一个pattern这样 然后还有他认为太便宜了 竟然就可以做到这些 可是他最后很诚实的告诉我 他很不想引起公关上的危机 为什么 你说国外平台不播政治局 很多朋友都在讲说 少来了 国外平台也播政治局 你凭什么在那边讲讲讲 大家别忘了 国外平台播的各国的政治剧 都没有问题 可是只要播到台湾和中国的政治题材 就有问题 他们就很怕新疆棉这样的事情 当然 因为我们自己有遇过类似的状态 我讲起来了 之前 美国有一个是拿希拉蕊当背景的剧 对不对 其中有一集 然后就讲到台湾 里面有台湾的国籍出来 那一集出超大事情 那其实就有个大问题 大家就讲说 那这些国际平台都没进中国 那他们在怕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引起舆论 甚至官方管道的抗议 他要把片子下架 这是不是损失 那是不是公司又要出来 你一堆声明道歉 也许but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公关处理 所以他们比较保守情况下 大概就跟我说明 那我完全能理解 maybe台湾放一放没事 中国那边没事 也许他们可以买二波 这不一定 那台湾状况比较复杂 因为有一部分是牵着到9596 直接持球对决这件事 什么叫9596 1995 1996 台湾台海危机 因为第二季的内容就是这个背景 那里面的美国 也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美国的样子 那时候是Open China 是红队时代 所以他们对中国非常友善 对台湾变得不好 那时候摸台湾头 可是对很多平台 他就会有点担心 会不会造成舆论 或者是正反的交锋 那国内的平台 电视圈是这样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平台 会愿意买这个内容 那这又牵着到 这个所谓的媒体高层背后的 这个有人有的派系 喜欢这样观点 有的派系很不喜欢 这样的观点 OTD比较没有政治 除非他在中国也有事业的那一种 那有一些OTD 他其实没有政治考量 那有的是很单纯不看好 那有的单纯是出价太低 那你现在该怎么办 所以干脆直接上架YouTube这样 不是YouTube 我们现在是第一集打开在YouTube 可是我们现在有自建平台 对啊 就是全球开通 那就请大家来上面 买片来看 那这个模式 我们是结合电商团队 用电商的卖法 在卖影片 我们试图是不是可以走一条路 小农直销啊 直接产地直销 有没有 我们想绕过这个通路 因为台湾的通路已经崩溃了 他们基本上不投资 而且一直在抢食 就现在 所以你就变成自己做自己的平台 产品吗 我要做自己的 对 如果成功的话 之后会不会就变成说 你也变成你自己的OTD这样 倒不至于 只是这个model 这个business model 其实我们可以汇整经验之后 也许有其他的人 他不想被这么低价 maybe他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数 真的 不过我有看到你们出一些周边 对不对 这个是就是在你们网站上 买具的话会送的吗 对 对 弹药箱 弹药箱超酷的耶 还有桌油 5.56公里的子弹 感觉就是可以把我的 情趣用品都放进去 或者你要当他临时马桶 也都可以了 哇 真的打不开 对 要拿出用情趣用品的那个力量 现在都有电池了 好吗 平台已经开卖了吗 开卖了 开卖了 我们9月22到开始预购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第一集跟第二集了 那10月1号早上10点 就全部打开 就是中国的那个 对对对 一起庆祝 你就是活该被ban 真的啦 你很故意耶 我没有故意啊 你看像我们就知道人家底线 对 像我们奥运的时候嘛 奥运的时候 我们就故意开一个微博账号 那你故意啊 他就故意 他在那边说嗨 world 雨球就打赢了嘛 我们就庆祝一下 那老王你觉得台湾现在的这种 其实蛮多政治上的现状 是比较敏感的 我们该怎么办 努力的做 做出好内容 越多人做 不管哪一个史官都做就对了 都做 都做 就是我觉得还是请国家的大人们 费点心力 好好思考一下 接下来台湾的产业战略该怎么走 有没有要做 没有要做就不要再喊了 你就说好吧 业界们你们自生自灭 然后也不要再喊说 台湾人应该要 就自己的故事啊 都不要喊了 拜托 这样我会比较尊敬 但是如果你要做 尊敬 我喜欢 不是因为如果你要做 拜托你可不可以找一些真的懂产业的人 有产业观 有战略观 然后有经营观的人 你好好来把它聚在一起 帮业界想想怎么办 可是有产业观 有经营观的人 愿意去做大人的位置吗 你愿意吗 不是我不够格啦 我怎么我这种资历 我这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一定有这样的人 而且有这样热忱的人 可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人 反而没有办法 他爬不上去啊 或者是待一下下就走掉了 他政治性格可能不够强 是啊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时不时就写写文说 我爱台湾 我超爱台湾 爱死台湾的 他就不会这样子 那我很期待说 接下来 如果政府 能够在产业观越来越清楚 我们业界其实不缺热血的 青年中年老年啊 台湾的业界团队 这件真的很辛苦 可是你看这么辛苦 还是很多人没放弃 所以真的不要让这些人 越来越少啊 都死在战场上 不可以这样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觉得回归到 就是尊重专业 大人啦 愿意尊重专业的 业界的真实的看法的话 我觉得总是会越来越好的啦 可以这样想吗 希望啦 就是 这难度太高了吗 太高了吗 这要求太高 我常觉得 你看我们看那么多民主前辈 像那天我看 千万新大哥在解了 那个民进党创党的那个 大家义无反顾 排人出去要去被抓的 那个 那种心啊 我现在都想 现在某些从政的人 都没有那么大风险 你可不可以长出个胆子来 或者是懒趴 可以把它长出来 不要只长两公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懒趴 有些人是女生啊 你女生反而不长懒趴的 还比较勇啊 再mary spank一次 不是因为 因为女人生起半天天啊 我常觉得这样 我家也是这样 你也有很多政治考量 我都理解 但是你不能到最后 忘了你来干什么 然后你的胆子不能小于 之前帮你拼出 那个自由空间的人嘛 对啊 就没有叫你抛头颅撒热血 可是你可不可以坚持 多一点点就好了 你挽回仰望的时候 那个价值你要债啊 要死不了人 对不对 就算我坐 乔排车这个坐垮了 我就是跟我太太一起去还债嘛 那最大风险就是这样了 那你为什么 这些为政者的大人 你为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勇敢啊 我讲这个会不会又害你们背吗 不会 其实我们常常自己在讲说 台湾其实就是 说中文剩下最后一块净土 是 那如果我们自己还 自己的人 在上面的人都还在那边 怕东怕西 然后说啊这个不要讲 啊这个有点政治 那我们 那我们就统一算啊 干 反正就是 不然我们要在那边自我审查 然后审计在想 对方在想什么 我常常在讲说 如果你做不到 你真的不要再喊 我能理解 可是会不会有喊还是有差 有喊没差 就有喊了做不到 更堵了 妈的 你在那边喊那个 然后你喊的好爽 大家说好棒哦 然后死的是我们 就你要不要喊 我就当你没有做这件事 你说干脆还在白色恐怖算了 也没那么窄 没有那么窄 那个太恐怖了 看了那个上面285 看了都要哭了 好惨 那个真的是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要喊 那真的要做了 尤其是也许总统 或者执政高层有这个心 可是中间的人出什么问题 文化事业主管 媒体高层出什么问题 直接点名 我的脸书都有直接点台跟人 那其实你知道 我们在这场还有很多 比我年轻 然后更有热血的人 他们不好意思讲 或者是他不敢讲 大家都好客气哦 我这个人就一塌糊涂了 我就无所谓 我就出来讲吧 可是得讲 谢谢 谢谢老汪 谢谢老汪 那我希望第三季 可以顺利开拍 再写剧本 再写剧本 那剧本要好好 拜托好好磨 拜托好好磨 拜托 第二季就好看很多了 那不要尴尬哦 不尴尬 一点不尴尬 有尴尬就怪你哦 都是怪你哦 我第二季我没看到尴尬的 我觉得你对尴尬的容忍度太高了 不要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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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凯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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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